枪枪三人行 那天咱们还聊到最近这个寄建业 还在利大于 这种人是利大于弊 还是弊大于利 当然党都做了结论了 这显然是弊大于利 我也觉得弊大于利 为什么 我觉得他这个建设 可能因为我个人 破坏性建设 破坏性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坏 而且呢 就是缺乏美感的 你这家伙这个破土动工 为什么 这是过去 比如说什么扬州 什么昆山 这些地方小一些的地方 其实我认为 那个建设 从将来的美感看起来 也未必是个好的 所以那天 王老师就讲到英国的 什么保守党 保守主义 我现在渐渐明白 保守主义不是一个贬义词 有些时候在发展当中 也得顾忆 有些东西要保守一点 它是这个事物 它都有两方面 一方面 就是我们所说的 你要继承 要坚守 要保护 不要让这些美好的东西 在你这人的 一带手里都全毁了 这就叫保守 当然 你还要有革新 要创造 要前进 而且呢 实在就是在建设期间 或者大干快上期间 这段期间 人民也是过日子 人民的利益 不能说为了 你看基建也经常说 我为了子孙万代 为子孙后代 可是为了子孙后代 也不能现在的人 就过得乌烟瘴气 我为什么有这个体会呢 因为我前一阵 他当市长的时候 我去过南京 好家伙 我一去 我真是觉得 因为我想去这个南京博物院 不开门 因为在施工 然后我就一路 我说不能去这个博物馆 我去那个博物馆 那个博物馆也在整修 就是整个这个城市走路 确实我就看到 当时的南京啊 到处都是工地 叫寄哇哇嘛 那么我就想 那我不管是为了子孙万代 我今天我到南京来的 这么一个人 我想看个博物馆 你都在施工 我都看不了 那这段时间的生活质量 难道就不要了吗 说得很好 是吧 他这个什么呀 这个文物上啊 他有一个词 我刚才说的破坏性建设 文物上有个词 是建设性破坏 就是这文物是怎么 怎么消亡的 由于自然灾害 也由于什么氧化 世界这个悠久的史 悠久的历史造成的 还有一种就是建设性破坏 建设性 有时候由于建设 把这个挪到这去 挪到那去 原址不许 必须要搞什么建设 这是经常文物部门 和地方行政部门 发生这个争吵的一个问题 你这一个楼 觉得这个楼宝贵的不得了 可是他说不行 道路必须从这穿过 是 真是真是不好办 对 这个 可是这种就是说 是不是因为我们实际上 你要从中国历史上看的话 更长久的时机 实际上我们的主流 是一个保守主义的传统 什么儒家的这个 像孔子 从他出来就是说 要三代才是 才是楷模 是吧 都是往回看的 那这种是不是就是 保守的时间长了以后 就有一种 有种压抑 然后就开始 这钟摆就要往回打 而这个保守的传统越长 他往回打的时候 可能就更猛烈 是不是 所以咱们这老是 有这种烧宫殿 从头再来改朝换代 是一张白纸 到最后就是一张白纸 才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到了这个阶段 不走到 他不走到一个强弩之末了 好像这种保守的这种 原来是文化的 本身的这种冲动 他就不出来 我觉得是不是 现在就又该到了 这个时候了 你说这个好画 最新最美的图画 最近倒有一个乐 我可以给你看看 最新最美的图画 说东北那儿 有一个庙 这庙里原来呢 是有这个壁画的 大概是清代的这个壁画 然后现在呢 不知道怎么 他整修啊 要要要翻修啊 修完之后 有个游客去 说一看 画的这连大脑天宫 都远远比不上 你再看看他画 这是原来的壁画 现在这个壁画啊 已经被这个建设性的重绘了 太可怕了 这就是庙林的壁画 太可怕了 你说今天的很多 所谓文物保护啊 就给弄成这个样子 这个这种事出的多了 我这这十好几年 二十年前嘛 说屈府嘛 屈府啊 屈府把那个孔庙 什么让旅游部门 来了一个大清洗 因为那时候显得很脏了 尘土啊 什么 说用这个高压水龙头 是用什么东西 那人一冲洗 你用那个后果 把这皮壳都冲没了 而且这些损失啊 都是无法挽救的 对 你没办法挽救 就完了 说完了就完了 完了就完了 不可再生 不可挽救 其实他这个 修旧如旧的这个 这个观念 是不是就是说你首先得有一个 基本的对修旧的这么一个了解 你才能开始去修 而不是说随便就化 因为你看他的苗的吧 我其实对他这种就是颜色 特别鲜艳 我都觉得不是很反感 因为你能看得出来那圆画 实际上在他新的时候 他也是可能很鲜艳的 这个我就是去年去那个希腊 看那个雅典庙 咱们现在看都是白的素的 实际上他那个复原的时候 当年他是非常鲜艳的彩色 红色绿色什么就在那的 可是我反感的是他这个操 就是他不仅他是很鲜艳 而且他比触你一看 他根本没有就变成像一个像那种 就是西游记那种动漫里边的人物的脸了 你觉得这实在太苦笑不得 这操不能忍受 他根本就是重慧 你一般的这个原则呀 就这个壁画啊 首先是要加固墙体 你得保护他 一般来说即便你要会啊 你是在已经没有画的地方 会 已经有的你最多是除除尘 你不能在上边画呀 这个呀就是再回过头来 牵扯那季节叶这一类的事吧 我就是说我们对那种所谓大刀阔斧 雷厉风行 说干就干 强势推进 他不是进行业外号叫推土机吗 推土机 这个是不是对有两方面 一个是从体制上 从手续上程序上 要有所约束 你不能个人的性格呀 在这个政府行为中起太大的作用 您个人性格猛 您什么都玩猛的 过几年换一个市长 是性格比较面 咱们就什么都面了 你这个不行啊 他这个国家 他不是从你这历史 并非从你这开始的 对不对 您都有该干的事 你就必须干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的人际关系里 还真有一种什么 人质 还是这个服务 大家这个比较怂这个性情 性情 你有的时候一个公司开会 你也就会发现 中国人很有意思 有一个拍桌子 脸红脖子 就性格很强的人 其他人就好像比较容易 那行 你说怎么着 那就怎么着 这有这么一种东西 有 是吧 谁脾气爆 慢慢的 他真就 他说了 这还是一种人质传统 就是你的性格 对这一个地方的工作 对这个地方的面貌 对这个地方的政策的制定 对这个地方的决策 你起了过大的作用 而且呢 有一种这个江湖上的东西 潜意识 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同志啊 他贡献大 这个同志干了大事 他以后啊 确实在你们面前说话就有威 有威 甭管你人大什么 什么都敢干 对什么都敢干 而且他们 其他人还真就听他的 没人敢反对他 就是因为他老大 你看中国最近不是整顿干部作风 都在说那些江湖上的称呼 不要那么老板啊 什么老大以后不准 都是同志 都是同志 但是你也可以反映出很多地方啊 他是这样 他还有另一面 就咱们的一些官员 各级的干部 还有这个各个方面的专家 他的整体的人文素质 我就要说这个 稍微加一点 对 是不是你任何人 你总要有一种 比如对传统文化的尊重 对美感的尊重 对一个城市的风格和特点的尊重 您不能说来到这以后 啪一刀砍进去 从我这开始 您算老几 而且这个 不知道天高地厚 这个城市已经几千年了 起码是几百年了 你来了三年五年 你就让他完全变样 这你疯了你 他这个素质也是差太多 咱们那天说到这个 就是说在现代化初期 各国都出现过这种人 就是类似于基建议 可是我说举的那两个 巴黎那个Houseman 就改造巴黎的 和纽约这个叫Moses 这两个人已经这么多的诟病 说他们太猛了 太粗糙了 实际上两个人都是有专业水平的 一个还是有那种贵族的 都是精英学校出来的 然后这个Moses是什么 耶鲁比耶优去建桥念过书 他是一个专门搞城市设计的 然后他因为他又会搞 做这种财政预算呀什么 所以政府让他来做 就这样的一个人 他还被大家说搞得太粗了 但是你要看他改造过的 那个从巴黎也好 纽约来好 比咱们这还是细多了 他还是有谱的 他还是有谱 我们这就是豪迈起来没谱 所以我们这叫 所以这种豪迈就叫土豪 王老师要给我们翻译翻译 咱们广告之后翻译翻译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家自从换了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 安全 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说好 最近这个土豪文化是热门话题 西方人都开始报道了 就是探讨说怎么翻译 怎么您也有兴趣 不是 我是说到一个段子 这还是要让剑英讲一讲 因为他这英语 有些词我也闹不清楚 我看着明白就好玩的 就是red necks 就是红脖子 红脖子 剑英给我们讲一讲 对 这些它这都是靠谱的 Newly rich 新富 Upstar 就是刚开始的富人 就是刚初富 Provincial Tycoon 这就是外省的大亨 Rural Rich Rural Rich 是乡村里边的富人 Vulger Tycoon 就是粗俗的大亨 Beverly Hilly Billy 这Beverly因为是比利华山庄 就是那加州那富人区 好莱坏 比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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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lly Billy就是一个土包子的意思 它正好把那Beverly Hill 那个音 谐音给翻过来了 也挺妙 那为什么是比华丽的土包子呢 比华丽是一个高尚住宅区 就富豪群居的这么一个 就指个住在那儿的土边 住在那儿 原文它正好是Beverly Hills 就是一个是一个山丘上的意思吧 并没有咱们正好借过来是土包子了 所以有些人又变成北京的 北京土包子 咱们这儿的比华丽就是北京了 三环以内是吧 最后一个才是Rich Rednecks 就是说红脖子 有钱的红脖子 红脖子是美国南方那种 红脖子咱们可以想象吗 就是那种粗鲁吗 你老晒太阳体力劳动者 脖子不是红的吗 这个翻译被认为是最准的 就是红脖子 有钱的红脖子 也不一定 因为这个Rednecks在现在还用呢 就是在美国一说谁是Rednecks 就说这人是没文化 或者是说 或者是老粗 是不是有点老粗的 有点老粗 但并不一定就是说 他是有钱的 因为一个Rednecks 可能是一个穷人 咱们所以这前面又加了一个前缀 Rich Rednecks 有钱的 有钱的老粗 所以咱们这儿这土豪呢 带着一个就是说 又豪 还有的土 就是说没文化的 有钱人 不是这土豪还有点意思啊 因为原来啊 咱们常用这个土豪猎身 我还要请教您呢 这土豪猎身是不是从共产党 就是从比如说 是不是从湖南农民考察报告 早就有 是这么联用的吗 不 两个分别都有 指的就是那些农村的 那些强势人物 那些强势人物 很可能有 很可能 涉嫌欺压百姓啊 是不是 霸占财产啊 甚至于霸占 什么叫做什么 美女 美女 就是有 反正有不良 不良行径的 但是打土豪分田地 这是红须才发明一词 对啊 就是因为我们根据 阶级斗争的观点嘛 土豪猎身的是 站在上层压迫大家的嘛 你农民运动就是让 最贫困的 最生活最苦难的 这批同胞起来 把他那个顶子上 那玩意给他揣了 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的土豪啊 是被用到现在来了 但是用到现在这回 我不知道文涛这 他是主要是一个调侃的 还是说是有点保义呢 还是完全是贬义 因为他好像最新的词是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还是要拉着这土豪 就说带着我玩 是这个意思 并不是说要分田地 是什么是新京报啊 是什么报啊 京花时报 我也闹不清的 说有一张 报纸吧 还提出来 劝大家不要用这个词 说这个词不好听 是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要是看不到这个词 我连土豪这个词的新的用法 我不知道 我没有跟上 其实他有这个 我认为对我学英语也有意义 别的我没管 其实他里边就还有一个 美国早期的那些 到西部圈地发起来的那些大亨 有一个叫做 Rober Barron 就是说他是又是贵族 后边 Barron是一个贵族 对吧 前面这个Rober呢 又是一个 他是抢来的 或者是什么 有这么一个意思 就是这些人发起来以后 他其实那个行为 你看初期美国那些大亨的行为 跟咱们这边没太多差点 我听过一个他们讲的 那个英语的那个段子 就是说初期美国刚有钱的那些 本来是呢 他们是做那个石油的嘛 做能源的 跟咱的美老板似的 有了钱之后呢 也想这个爱艺术嘛 说买这个艺术品 然后到最后就说去买 买什么呢 准备收藏油画 是吧 那油画什么是好的呢 油大的 油大的 买油大的 这都是段子 这就捧述所谓的 油大的 油大的 但是他的确那最最白手起家 那些是没有什么 但是我说你说打土豪分田地啊 他问题是 如果是当年的 应该去打土豪的贫农 他今天变成了土豪 比如说前一阵说那个丈母娘 给女婿送宾利的那个 后来他叫丈母娘一哭呢 其实我觉得也真是可以理解 这为什么呢 他说我们这钱都是辛苦钱 就是等于说过去 在河南山西也是做矿的 他跟他老公差点在矿难里 就给折了 您就是过去您说的那个 就对他们呢 是不是也能理解 就是说因为过去太穷了 就像我们离饿肚子的这个时间呢 还太短 所以你说他有些这个 现在这个这一类的词吧 他也有两面的意思 如果你如果把这个类似土豪啊 或者是报复的人呢 一律视为敌人 这是很危险的 那等于你自毁改革的成果呀 对吧 你改革和发展 最后出来一批就过去很穷的人 现在过去红脖子 现在也都富了 然后把这些人尽情的嘲笑 辱骂 甚至于是敌事 我觉得那也是很愚蠢的一件事情 那等于重复了历史的愚蠢 历史 通过历史 实际上当年那些土豪 再玩一次打土豪 对啊 也有很好的地主 很好的绅士嘛 是吧 很好的乡绅 他现在需要 需要的是什么呢 其实还是一个加强 就是全民的这个教育 还有就是 有钱的人 你应该 低地儿 要学点文化 学点知识 你没钱 你正在待业 正在谋职的人 是不是 你也应该文明一点 是吧 你坐车的 也应该文明一点 拉车的 你也应该文明一点 只能是这么说 尤其是那些 对那些 现在处在强势啊 挣钱挣的也多啊 地位也高啊 对这样的人来说呢 提醒他 你呀 不过是个土豪 您离受到真正的教育 真正一个文明人 还有点距离 请您多努力 这要是这么个含义 对 不要为富不仁啊 而且还要争取做身世 不要为富不仁 还要帮助什么后富的人 也富起来 没错 你还是要早日摘掉 这个土豪的帽子 帽子 方向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个那天我还跟文道在聊啊 我看了一个文章就讲这个瑞典 说说瑞典的官啊 为什么不贪不贪腐 他讲了很多 但是他其中讲到一点 我挺难理解 他说他问一个瑞典人呢 说你说沃尔沃的老板 是不是就是瑞典的 说说那个人怎么样 然后这个瑞典人就说 说这个家伙太不高尚了 他说为什么不高尚啊 他那么有钱 有钱在这个北欧的这个文化里 会被认为是一种不高原罪吗 就光有钱了 我哪知道 好像这他就不能说碰见一个人是这么看 就说全瑞典的人都这么看吧 他这意思就是说 是不是在这个欧美国家 资本家确实有一种原罪 不是 就是他们刚刚从贵族社会里出来之后 他们刚有了钱呢 他们就觉得 实际他们是觉得自卑 觉得我不是贵族 我觉得 您说 我是觉得他这多元社会啊 各有各的牛 也各有各的怂 那是这样 比如说你非常有钱 在一个 这个资本主义社会 当然是重视钱的呀 对 你有很多财富 而且他是合法的 那说明你是能人 对 说明你对社会有贡献 对 说明你是靠得住的 一个有产业的人嘛 对 有横产才能有横心嘛 他这方面他很骄傲 但是学问上他不敢骄傲 对 是不是 政治上他也不敢骄傲 对 那个官员呢 他政治上敢骄傲 他又这使命了 又是得了多少票了 又干什么 但是他在钱上 他不敢跟这些人比 对 他买房子 他绝对不和这些人比 甚至于他不和一个 咱们这叫119 美国叫911啊 就是那个 消防队员他都比不了 消防队员多少钱呢 挣多少钱啊 而且 这个北欧嘛 这个大学的这些教授 一个个 指点江山 激昂文字 自以为了不起 但是你要论钱 他不能和这些人骄傲 我估计文道问的 就是一大学教授 不可能 他说他算什么 北欧他有社会主义色彩 他有左翼传统色彩 我就记得前几年去北欧 就是去瑞典 去开一个会吧 正好那个瑞典 那皇后 皇帝 两个人 私俩来听会来了 进来以后呢 所有的在会者 这主持人要求起立 一下 就等于是表示一个尊敬吧 然后我旁边就俩 就都是教授开会的 马上就在嘀咕下来 就瑞典教授 他说平时跟我们非得要站起来 他算什么 就等于是 他不仅是对富人不以为然 他觉得你这皇帝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跟你平等啊 我有知识啊 对吧 他就是你牛你的 我牛我的 但是我们之间也并不造成正面是通促 对 他还是站起来了 这教授你知道吗 他就是 站起来嘴 站起来也得说两声 对 说那老子并不想站 对 没错 心里还牛 接着被你不出 西安楼关 文明启示录 奥巴黎亚人也有这个 我去牛巴黎 感觉他们那边那左翼 我去牛巴黎亚人也有这个